欢迎收听I like新鲜货 我是费荣 今天在这个单元很重要哦 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是我们的投资达人股权奶爸 哈喽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我想喜欢投资的朋友 一定对股权奶爸不陌生 哈在网路上非常多的影片啊 但我觉得今天特别请老师来 是因为2020我真的是觉得 非常特别的一年 在投资市场上 国内国外都发生很多事 那对于其实很多 想要存股啊 想要投资啊 的这个小资组来说 都会觉得说 我今年如果没有掌握到 这个这么好的氛围一个点 我会不会有一点失落感 所以想在这边来请教老师 自己哈 在这个投资市场上面看过这么多 有看过2020这么奇妙的现象吗 2020年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年 先是新冠肺炎啊 造成这个大环境不景气 然后接下来中东与俄罗斯 为了油价全面开战嘛 导致油价期货居然首次出现破天荒的负值 是 引发这个全球投资人的恐慌 最后还造成啊这个美股啊连续四次的熔断啊 真的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啊 连我们的巴菲特巴爷爷都说 他都没有看过这个现象 所以今年真的是非常神奇又特别的一年 那可是呢在这个三月以来 这个全球政府开始印钞票就是以后呢 我们这个全球股市包含台股市场 居然很神奇的只花三个月的时间 又回复到了前面的高点 对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神奇又特别的一年 是真的是 因为因为您你是老师级啊 像我这种幼幼班啊 其实今年看到这样 其实自己会有一点点小兴奋 因为其实自己当然因为是幼幼班啊 投资没有那么专业啊 可是像我们这种小资 我们就会想说 如果我们自己可能有一点点 可能在股票啊上面的投资部位 那我如果今天想要用股票 来搭配其他的投资商品 尤其是像全镇这样 他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像类似双赢 而且其实更可以分散风险呢 可以啊 因为这个全镇的功能呢 并不是只有投机而已啊 全镇其实还有避险的效果 那这个是真的是很多投资朋友 都不清楚的特性 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股市投资人呢 都只知道操作股票 所以他们在做股票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把资金啊 少数的资金重压在少数的标的物身上 那其实呢 我们做交易很忌讳重压这件事情 因为做交易如果你重压 其实某个程度上 你就是在赌博 你投机的这个氛围啊 就很高 你就是把你的命运交给了市场 那所以呢 如果投资人可以善用全镇的特性的话呢 就是因为全镇便宜嘛 我们今天拿这个投资股票的钱的 一小部分拿去操作全镇的话 哇那不但你的投资标利物可以变得更多 哎你可以好好的分散风险 而且呢 全镇呢 他今天有杠杆的特性 所以不用像股票花那么大笔的资金 可以小小的钱 就可以创造比较大的获利 所以其实是相对不错的 尤其是像今年啊 我们11月还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这件不确定的事情嘛 那大盘又在一万三千点 这附近震荡成立 所以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的高 投机的意味很高 那很多投资人都想说 啊那我现在就不要做长线 我现在就来做当冲 观望一下 观望的其实还好呢 现在好多人都进来做 因为手太痒一定要 怕钱跑走 对他们怕说万一破万三 啊又没赚到 对对对 可是万一又怕说 我投入大笔资金 可是万一遇到大幅回挡怎么办 嗯 对所以很多人跑去做短线 跑去做现股当冲 可是这边坦白要跟大家讲 现股当冲真的不是一般 优优班的等级的 投资人可以做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其实会推荐大家 我们可以试着啊 呃用全资跟股票 一起来相相互搭配 嗯 如果你今天很害怕 呃单纯做股票 投入太多的资金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尝试着 把一部分的资金 转移到全资这边 同时做股票跟全资 呃比如说原本你喜欢做高价股 嗯 那你可以以后呢 高价股改用全资做 低价股你一样可以用股票去买 哦 那这样子的做法是 你会发现 一旦你这样做以后 你的资金突然变得非常的充裕 嗯 然后因为全资有杠杆嘛 对 不用投入那么多的钱 对对对 你会发现资金突然变得很充裕哦 那你以前一次只能够买个 一档两档股票而已 可是现在你突然发现 咦 你可以分散风险了 选择变多了 对选择变多了 你一次可以投资 可能五档 到六七档标的物 你开始有了分散风险的概念 嗯 这是很多以前 单纯只做股票的小股民 是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 哦 老师我发现您真的好懂 我们这种小资族的心声 因为我们其实刚一直说 不管说 今天我们可能买了股票 或说投资权证 其实投资本身 我们一定要再三说 它就一定是有风险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常跟大家说 你不是不懂的商品 千万不要碰 你至少入门 你要知道 我今天买了什么 我不管投资股票 我是存股 或说我今天是投资权证 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商品的 一个特质 对 那另外就是说 老师建议是跟大家说 我们用股票来搭配权证 这样的投资 第一个分散风险 大家听到就蛮开心 就是不要重压 不管是 对 不要就是全部都放在一篮子里 另外就是 我想说 是不是这边也是再三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说权证 跟老师说 它分散风险 而且它其实也没有那么投机 它真正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好 因为权证呢 它其实做权证就是在做股票 因为权证最终的标的物是股票 可是股票一张动辄数万块 十几万 百万都有 大力光 吓死人 所以如果是资金不多的小资组小散户 跑去买高价股的话 说真的你就是把命运交给这间公司 跟他拼了 就是跟他拼了 对 那说真的 这样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赌博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是买高价股的权证 来取代高价股的话 这就不一样了 因为即便是高价股 即便是大力光 它的一张权证买起来也不过就是 一千块两千块钱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菜篮组 小资组都有实力买这个高 大力光的权证 那我们今天做权证交易的时候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就是何谓真正的分散风险 如何做好资金控管 首先我们先了解权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他做对方向的时候 你有机会大赚 可是做错方向的时候 他不会倒赔 所以你今天做权证呢 其实你是可以很安心的睡觉 因为反正你最多 假设你买一千块钱的权证 你最多就是赔光这一千块钱 不会倒赔 你今天如果做期货就不一样了 你晚上可能就睡不好觉 真的 非常害怕川普又出来讲什么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权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那我会建议投资人在做权证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五档 你有兴趣的股票 那他们是有发行权证的 那你每一档呢都买个 比如说假设你的总资金是十万块钱 那你假设买五档标的 你不要十万块都拿去买这五档哦 不行 你不能一次性的把钱全部投入 这样你的风险依然很高 我会建议说 假设呢 你有十万块的本金 要进来股票市场做交易 你可以选五档标的 但是一档标的呢 都买个五千块钱的权证 哦 是是是 那会注意的 我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说 每一档的压的钱要一样多哦 因为如果你今天买五档标的 可是这五档标的的钱不一样 诶一档比如说 你你花了五万块 那其他一其他的四档 都是一万一万一万的话 那这样子的资金配置模式下 其实你还是在赌博 因为你把身家交给了五万块的那一档 对 你还是由他来决定你最终的成败 嗯 那这样子的交易模式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样子的资金分配呢 没有意义 是 分散风险也没有意义 嗯 那可是绝大多数做股票的投资人 都缺乏这个意思 嗯 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决定说 每一档股票投入的钱要一样多啊 因为这档股票今天 呃 假设是呃 七十块 是 他买一张就要七万 嗯 那另外一档呢 三十块 他买一张三万 结果他就没钱了 哦 那十万块就这样就花完了 没了 结果他的身家 最后最后成功失败是谁决定呢 是七十块那一档决定 哦 那一档只要赚钱 三十块那一档如果赔钱 没关系 可能都还是赚钱 对对对对 那讲到这边投资人可能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过去的交易模式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你都是在碰一期做交易 你的交易绩效会爆起又爆落 嗯 不稳定 很不稳定 可是如果你今天透过权证来跟股票做个搭配的话 嗯 你今天就可以控制说每一档股票啊 你不管是买股票也好 或者是透过权证代替股票也好 你可以投入一样多的资金 嗯 这时候这五档股票就没有分谁特别重要 或谁特别不重要 而是一模一样重要 这时候真的就是靠你的实力来做交易了 如果你本身的胜率够高 在这种资金配置平均的模式之下 那你真的是靠你的选股策略的实力 胜率来来创造你自己的获利 那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绝大多数的散户是没有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这边其实也再三的跟金融没有来说分享 我觉得任何的投资商品都没有什么对错 就是没有说这个好这个不好 重点真的是在于就是说自己前面一定要先做足功课 好你自己真正了解之后 不管你今天是投资股票是全证或是基金 第一步一定要先认识自己投资的商品 这很重要 还有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要在这边跟大家来做分享 就是我们现在网站上有一个全证赢家玩游戏抽大奖的活动 大家只要上网打全证赢家 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 还有抽奖的讯息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来做参考哦 非常谢谢今天现场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的股权奶爸 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